妈 您说您 也不是真要那房子 您搞这出干什么呀 闹得申子 跟朱一山吵了那么多天 要不说 你不当妈呀 你再长岁数没用 我跟刘一鹅吵 总比申子过了门 跟刘一鹅吵枪吧 就那老太太那脾气 你还怕申子跟她吵不起来 现在我就得替申子 搓搓腾锐气 你看现在多好 这多好 她时时刻刻得记住咱的好吧 她得知道 咱们关键时刻放了她一马 申子可以要这房子 但申子没要 申子的名字可以写在房本上 但是没写 现在写在刘一鹅心里了 就这种心理优势 够申子消停一阵子的 妈 那你干脆把申子名字写上 那不是更管用吗 已经瞎扯 我是为申子消停 我不是为了刘一鹅恨申子 学着点吧闺女 当妈的都伟大 可怜天下当妈的心啊 妈 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吗 你爸图省心 早早就走了 扔下我一个人在这儿草心 你想让我夸他呀 没门 老秀 他们说你原来一直住美国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前几年呐 给老大看孩子 说句实在话 美国我可待不了 英文咱不会 吃的东西你又吃不惯 尤其一上街 两眼一摸黑 哪是哪是 你不知道啊 哪是 你看我呢 还老想吃家乡这点东西 什么这个消灭窝头 窝头 天津北塘得下降 下降 美国你哪找去 你就是弄来 他也不正宗 对 是吧 孙子一大 麻溜我就回来了 美国再好 不是我呆的地儿 对对你这说得对 回来多好啊 尤其是到了咱这合唱团 我就觉得是如鱼得水呀 我跟合唱团我是太有缘了 哎呀 年少大家有这种感觉 嗯嗯 你这一来吧 大伙都感觉我们合唱团的水平 是飞机上换暖停 飞机上换暖停 什么意思 水平提高了呀 错了 我们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你给指点指点 好好好 回去啊 赵老师啊 回去 回去 好好好 行啊 姐妹 咱没两天呢 你不就见不上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和老邱在对歌词呢 对歌词呢 我看你们对眼神呢吧 哎呀 我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看你们俩是不是聊得挺热乎的嘛 你觉得老邱咋样 我就知道你没编好屁 自己有想法你还问我身上问你 老邱咋样啊 嗯 自己问去我哪知道我 说正经的啊 我觉得老邱挺有意思的 能帮我了解了解 咋办 咋办 呦 你这老房子着火了 找我咋的 那老年人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吗 哎呀 行啊 帮吧 我不能让你这老房子白着火呀 咦 够姐妹 够姐妹 好 先告你个重要信息 来 说 这老邱啊 爱吃小米面的窝头 还有天津北堂的虾酱 赶快投回去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啊 我撤了啊 好好好 谢谢啊 不客气 等着顺便洗堂啊 堂虾酱 喂 咱们是那个国际大酒店吧 喂 请安逸 我安逸 喂 出了个真人 姑娘你好 我 我就问你一下啊 咱们国际大酒店 咱们这儿承办婚宴吧 多少钱一桌啊 三千块钱一桌啊 有点贵 要是办得多能优惠啊 二十桌以上 两千五 要是再多呢 是这样 那我办十桌 还是三千一桌啊 那你没这么优惠啊 那我打听一下啊 那咱们这儿 有没有八百块钱左右一桌的 没有啊 阿成 谢谢姑娘啊 谢谢啊 谢谢 你说这酒店怎么了这是 这八百块钱不是钱哪 我看你是气迷信了 八百一桌 您要去五星鸡酒店 你要是找到了 那才见鬼了呢 你才气你心呢 那赵慧玲一天撒电话催着我 我不找怎么着我指望你 咱们现在在人那儿有八票 这回 看见了 我不能给他留下半点花瓣 你简直是莫名其妙啊 我都住窝蓬了 我怎么还盖着他的呀 你就坐吧 你这就是自欺欺人 这五星鸡酒店 一盘拍黄瓜敢要你三十 就算八百一桌有人接了 那你给来宾吃什么呀 拍黄瓜 公保鸡丁第三鲜 咱们能给客人吃这个吗 那不一定 它不能都那么黑 它就不兴许有那个面对工薪阶层的 五星级酒店 那你一个月挣两千块钱 你能坐直升飞机上下班吗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你别老泼冷水行吗 有智者试境成 这没有找了你别去啊 这没有找了你别去啊 你别去哪 你别去哪 我是想给我儿子办婚礼 我想看看你们这儿的环境怎么样 对不起 我们家是自住餐厅 一旦您进入之后 食物就可以随意取用了 所以您必须消费才能进入 我又不吃我就进去看看 我怎么着我还贪嘴啊 我什么岁数呢 我什么没吃过 我趁你不注意 我先开盖我吃两口啊 这是规定 那必定 什么钱 你们这儿一人多少钱吗 三百九十八以为 一个人就四百块钱 吃什么呀你们这儿 吃大熊猫啊 不是 我们家是海鲜自住 怎么了 这位女士 想给她儿子在这儿办婚宴 她想进去看看餐厅的环境 好 那你先忙去吧 这事您就没跟她说了 您跟我说话 是这么着 经理您这儿 有没有两千块钱一桌呢 有啊 如果您要是订的话 我可以让您酒水自带 是这么着 我我我订的桌数啊多 你能再给我优惠点吗 您订多少桌 至少十桌 好 阿姨是这样啊 这宴会厅里办婚礼啊 最少是二十桌起 不能再跟她有什么呀 有什么啊 床 可能 嗯 蒸 为什么 纳蓉已经回去 浪江过去 阿姨 我有个会 我得先过去一趟 那个 您的想法我理解 但是我真的答应不了您 怎么着 您先忙去 我跟这儿等着您 我开会得磕个小时呢 您去 来 阿姨 请进 你给我拿双拖鞋 我晃一下 我这随便踩 您别客气 来来来 请请请 您真别客气 别客气 您真别客气 来 请请请 不好意思啊您 这么干净 你家这么大呀 这数十个人都没有问题啊 您坐 您坐 您这多少间房啊 你没多大 楼上楼下 一块就补肩吧 你是大款哪 哪儿啊 我一个人在北京做展疗牛批发 换口饭吃 阿姨 喝茶 那你爱人和孩子都在老家 我离婚了 正常 挺正常的 我们家山洪回来说 说你这人特账也对你一向特别好 深宏抬剧我 忘了正事了 还你钱 就是你借我那五千块钱 来 点点 您这样整得我都下我来台了 我的意思啊 这钱您收起来 不行 您听我说 您一定收着 不行 不是 我知道你有钱 可是一马归一马 这不行 一定得还 梁普 深宏说 说刚开始就深宏在山上自己在那溜达呢 然后你主动上去找她的是吧 其实在去的路上吧 我就觉得深宏挺好的 你看上我们家深宏了 那你也不知道深宏结没结婚呢 你万一她要成家了呢 你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 这一开始啊我也没考虑那么多 我真是觉得深宏人特别好 所以 我就想认识认识她 你想跟深宏谈恋爱是吧 那个 深宏离过婚 离婚不是人 就是两个人过个一起 这离了反而对双方都是个解脱 您说呢 没错 我们家吧 找女婿 第一 不找外敌的 第二 不找有钱的 深宏啊又想成家早成家了 可是她舍不得我 她就想找一个吧 上门女婿 所以我就想啊 梁国 你要是真想跟深宏谈恋爱啊 你还真得有个心理准备 阿姨您放心 有您这么好的妈妈 我就是做上门女婿我也愿意啊 问题是 您刚才说您不愿意找外敌的 您看我一个外敌人 这 这不符合您的条件 您看我 这个吧 那就看你对深宏怎么样了吧 明白吗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阿姨 我一定请您吃饭 不不不不 那这一次算了啊 以后有机会 那 你和深宏这事我不管 一切都看你自己了 要经得住考研 好 您放心 我时刻准备着 好孩子 深蓝 深蓝 你别走 今天是咱俩认识一周年的今年日 今天日怎么了 我订了家餐厅 对不起 我没空 深蓝 我知道你因为杜亚男的事生气了 我向你保证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今天这个今年日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答应我好吗 深蓝 我知道你生气了 这一天我心里也特别难受 你要还生气的话 去咬我一口 接着气 啊 我们稀罕 深蓝 你要不答应今晚的约会 我就一直站这儿 行啊 那你就捧着你的玫瑰花 在这儿好好等着吧 好 师傅 麻烦你掉头回原地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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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没走啊 你们这酒店太舒服了 这温度也合适 我也不怎么就睡着了 阿姨你说既然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你给我捞个十点 你想多少钱一桌 八百 八百 那绝对没戏 这两千一桌已经是婚宴的最低标准了 在本市同档次饭店里 这也绝对是最低的 小伙子 你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其实我也打听一圈了 我也知道是这么个行情 可谁让你跟阿姨有缘呢 你说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你得帮帮我 阿姨您坐 好 这样啊 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但您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真的就无能为力了 咱们哪不按婚宴走 你用楼上那小宴会停 我也不收你场地费 我专门给您辟出一块地儿来 让您办婚礼 但是这婚宴的菜谱 我只能给您按商务套餐的行事走 但您放心 都能吃饱吃好 好 酒水我还让您自己带 那价钱就按您说的 大白 但是您就不能再跟我点什么菜了 我们上什么你就吃什么吧 就这我都得跟我领导说 说您是我亲家 这要让他们知道 说我按这个价格给您办婚礼 我真就快容易骂死了 对了 阿姨 我还有一条件啊 周六周日周五晚上 这都不能办啊 因为这三天是我们效益最好的时候 您这单赔钱 您得让我们赚钱啊 不是 这个吧 您就别这个那个的 我这都冒着被瞧鱿鱼的危险呢 那这么着 你给我一菜单 我研究研究 好 这上面的商务套餐啊 您随便得 那燕包吃套餐可不行 好 看看 你不是说我找不着吗 你这找着还不定没找着呢 你见过谁家星期五中午办酒席的 你让那亲戚朋友上班的怎么来啊 你说对了 我就让他们星期五中午来 你真的没想到 我找到我 好了 我们吃过去 吃咖啥 那我吃了 你最后 不要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那边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那边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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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这么砸门 我就知道是你 这家一大早的这怎么呀这是 你不好事 我记得跟你说 来坐 我高兴啊 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 我今早一早我得过来找你们 什么事这么高兴 才怎么着 五星级酒店我找着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肯定是真的呀 你看看 这不泰山酒店吗 是啊 五星级五星店 相当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身子穿一身漂亮的婚纱 朱一山呢 穿一身漂亮的西装 往那一站五星级宾馆里 太棒了 太棒了 绝备 这婚宴一桌还不得要你两千多呀 八百 你太有才了 怎么抬下来的 咱们没钱 就只能有诚意 对呀 我碰上一好人 那是经理 我跟他聊了一下午四五个小时 我这塞棒都快说下了才成 我在嘴里现在下边这儿 一溜子泡 可是啊 为了让身子能够风光一把 为了能让您满意 这些都值得 这件事啊 基本上就算是搞定 就是 还是有那么一点事有点不太好办 什么事 你说你说什么事 他们说呀 只能是星期五的中午 其他时间都不行 所以您那边的亲戚朋友啊 就得让您帮忙啊 说服一下 这没问题 你想想五星级的酒店 八百块钱一桌 人家再没有点附加条件 那怎么成啊 没问题没问题 咱们慢慢合计合计吧 咱把这个困难给他克服了啊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什么呀 这菜单 你拿错了吧 没错 没错 这上面除了那个 什么鱼翅燕窝不能点 其他的随便点 那经理亲自跟我说的 这不是婚宴菜单啊 这是 这是套餐 套餐懂吗 就是份饭 那笔笔 你真是 这动动脑子 来想想办法啊 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咱们可以点那个 十几样的都铜的套餐 让他给搁一大盘子里头 凉菜单放一 把汤拢在一块 让他搁一个那个汤盆里头 你看 菜 凉菜 汤 皮 没听说过 把这个套餐的菜倒出来 放盘子里 那盘子底都遮不上啊 那是不丢人现眼吗 我都请他们上五星级酒店了 怎么丢人现眼了 那您那边的亲戚朋友 是您的亲戚朋友啊 还是皇帝的亲戚朋友啊 眼光也得高点的吧 刘一哥 你安他什么心 你不替我女儿考虑 你也得替你我儿子考虑啊 你的儿子可是亲生儿子啊 两个孩子一辈子就这一次婚礼 这婚宴你请亲朋好友到这五星级宾馆 完星期五吃份饭 你想得出来 那地方好啊 不是你刚才也说了吗 国际五星级大酒店宴会厅 不是你不说也说客服一下吧 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 你是不是怕星期五 你的亲戚朋友请不来啊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 你要让人家吃份饭 你别老份饭份饭的 这叫套餐 商务套餐你懂不懂 什么商务套餐哪 不就商餐一趟配一碗米饭吗 你给一抛十几个名绕金灿灿 他就值钱了 那不一定 你让我找我给你找来了 八百块钱一桌的五星级酒店 别的地方没有 凭什么费八百块钱 我给你规定上线了吗 不凭什么 就凭我 我没钱了 我为了依山跟申子 他们俩人结婚有新房 我把这房子给装修了 这就花我好几万 这不是剩下的钱 我只能找八百块钱 一桌的地方了 这剩下的事 你是不是得担待着点啊 不是你要知道 我找这地方有多辛苦 你就不这么说话了 咱们办事 这都得将心比心 是不是 你觉得我愿意亏待衣衫吗 我为了让你闺女舒坦 我跟老朱我们老两口 我们容易吗 加一块一百多岁了 行了行了 不要再说了 再说就车骨轮化来回转 没意思了 不要再掰车 就此打住 行行行 打住就打住 反正我这边就这样了 你要如果觉着那菜 放在盘子里不好看 那就还一人一份套餐 亲戚朋友那边 你就多担待着点 一人一份套餐 那就婚礼吗 那就大公司开会 我告诉你啊 就这个标准 我不负责通知啊 我丢不起这个人 那您说怎么办吧 得 你也甭什么五星级酒店了 就这八百块钱一桌 这标准啊 你给我弄体面了 别再给我出什么幼儿子 你言没见 还有 我最后一次让你 这个婚礼过程的其他项目 你别再想什么省钱 我再挑出一点不满意的 我真不让身子嫁妒给我家去 知道 我说到错了 这破玩意我给他扔了 我看着他我就眼晕 这回你满意了吧 你们把她弄了 我们想要走 我去把她弄了 妈呀 你吓我一大跳 你干嘛呢在这儿 这么晚了不睡 我才明白过了呀 这刘逸娥她是故意的 这人太隐了 我省她当了 妈 你看 这刘逸娥到底是你的亲家 你何苦跟她这么较真呢 别想了啊 大半夜的都想睡吧 那不行 我非找回这个肠子不可 她也别臭美 你这过礼仇备了多长时间 姐姐 这事没完 我看您哪 真的是凑火入魔了 早点睡吧 妈 我上厕所去 我上厕所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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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就你了 看一个小孩 我上厕所去吧 好的 我上厕所去吧 有什么事 我上厕所去看 因为我上厕所了 我上厕所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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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我的我上厕所 你上厕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胆点 是 私事啊 您可得替我保密啊 我一定替您保密 好 我是想问哪 我 我和你 不是 不是 那个 你和慧玲 是不是特好的姐妹呢 那当然了 我们是几十年那老同事老姐妹了 你问她干啥呀 说出来怕你笑话 我觉得慧玲这个同志 很有人缘 看上去那个气质啊 精神面貌啊 都不错 所以我就想想了解一下 她现在有没有什么这个想法 她有啥想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有没有想再往前走一步 找个伴啊 这事啊 要问你问她呗 问我干啥呀 秦华总这儿 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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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这样的吗 啊 那天是我问的你吧 我问你对老邱有意思没 你说没有 对呀 没有啊 我今天也是这花 然后我让你去给我说和 现在你唱我后路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你对自己好心吧 哎 你把话说明白好不好 别狗带脚子在这儿胡累啊 我胡累 你别穿着驴肚装糊涂 我没有跟你抢老邱的意思 你想找老邱 没必要跟我耍心眼 打着我的旗号 跟老邱眉来眼去的 谁眉来眼去的了 不是你认我找老邱的吗 是啊 我让你找老邱了解情况吧 结果老邱现在把我给挤过去了 他向我打听你的情况 你俩子一聊一卡一热乎 彻底把我给甩了 笑啥呀 不是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我跟你说啊 我向毛起保证 我跟老邱从来为你打听情况之外 真的连一句废话都没有 我听这意思是老邱上赶子追你的呀 那老邱想干什么我管得着吗 你甭在这儿跟我交替了 我告诉你我为心无愧 他们还有完没完呢 实在不信你和朱一山分手算了 这又怎么了 一大早就开始抄抄 咱能怎么着啊 妈又冲出一山他妈发火呢 你劝劝他 劝什么劝呢 那你说 我做过一件真正刁难刘宇格的事吗 一件也没有 可他怎么对我的 那有他这么扣门的吗 将来你那个婚礼啊 还不如你那小学联欢会体面呢 妈 我自己都没怎么着 您就别犯那么大火了 不争蛮头争口气 懂不懂孩子啊 咱先不说那婚车啊 咱就说这个鲜花路隐 你说人谁结婚不用啊 六对啊 八对啊 讨个吉利 这刘宇娥可倒好 除了那幺蛾子啊 用三对 三对啊 三 这讨的什么彩头 三 惨 散 散 将来你和朱一山就得散 他都值得不用嗣 嗣那更难听了 嗣死啊 你说谁结婚不用个鲜花门 实在不行 人用个圈花门 这个球脑袋 他能想出车来啊 他用个气球门 我最恨的就是那气球门了 我看你去年啊 我参加同事的孩子一个婚礼 就用那气球门 当时啊 那会场特别的安静 人家新娘新郎正在宣誓呢 就听邦的一声 把你们俩都吓一跳吧 我看你当时把全场人都吓一跳 一放枪了 有的抱着老的爬爹 有的好就跑了 整个给搅住了 闹了白癌怎么办 那气球啊被害你晒爆了 不 金用火势 人用钱势 这一试就试出来 他这么对你啊 说明他心里就没你了 他心里没我 他心里能没有朱医山吗 那是他唯一的儿子 这么俗气的这些东西 我本来就不在意嘛 行 你让这刘亦娥就这么弄下去吧 你看明天你这婚礼 要不砸他手里 你是我妈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明儿就要举办婚礼了 你嘴上一点把门都没有 你们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从这个刘亦娥啊 找回进公司那一天开始 我就催他 我说呀 你赶快把这个婚车给定下来 明天婚礼了 这今天他才给定下来 他定的什么呢 一辆丰田 四辆桑塔纳 他居然让申子 做那个桑塔纳去结婚 我估计是本世纪 最鲜艳的一个婚礼 申子 你让朱医山换车吧 你哪头的你 婚车都已经去布置了 要不妈你就算了吧 那反正那车装成花车 是什么车也看不出来了 你说是吧 上分烧手指 你这是糊弄鬼呢这是 要不 申子 再好好劝劝妈呗 我还有点事 你出去一趟 你怎么 关键是 你点儿指望不上了你 下午 我下午就回来了 耽误了 你才完 你先吃着 你干嘛 又找赵阳去啊 你们俩都是倒铁有瘾的 你就不会学学你大姐 找个梁府那样的不行吗 爸 大姐都离了两回婚了 我让你学你大姐开窍 我让你学你大姐离婚呢 你别在这儿笑啊 我告诉你 两件事 第一啊 让刘玉娥把那婚车 马上给我换了 第二 把那挫把子私衣给我换了啊 那小矮哥 那穿着高昏鞋才到你鼻子 那能用吗 我不走了啊 拜拜 哎 晚上早点滚回来啊 还有你的事呢 我都快烦死我妈了 你知道吗 自从她答应那个刘玉娥 她这一口气就一直没咽下去 成天变着翻着找人家刘玉娥的茬 真是想莫明白 你说他们俩吧 也就是为自己的子女好 犯得着 最后弄得跟仇人似的吗 中国大多数父母都这样 也不顾及孩子感受 自己觉着怎么对孩子好 就怎么来啊 其实吧 这刘玉娥也挺可怜的 他们家本来就不富裕 她还要打中脸充胖子 为了撑门面吧 尽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害得我妈一天到晚数落她 数落得她一无十处 要我看哪 这申子和朱衣衫 要是真的结婚了 这俩老太太最好别来 要不非得出大乱子不可 你说这刘玉娥是真没钱的 还是壮的 刘玉娥她老公就是个老建筑工人 跟你一样从外地来的 她干了一辈子吧 也就落下这么一套小房子 刘玉娥呢 我听说 她好像一直就没有正儿八经上过什么班 她儿子朱衣衫 就是在电器厂给人卖电器的 你说 他们家是真没钱还是壮大 我现在觉着你妈妈真挺不容易的 让申子嫁给这么个人家 她肯定觉着自己女儿委屈啊 你说现在有多少当妈的 一看朱衣衫家的条件 横不得绕着走 申兰 要我说 你真得多理解理解你妈 他们出来你还挺会拍马屁的 你下次就得这样 见着我妈的面 当着她拍马屁 你说我妈这人呢 既然答应人家呢 就答应到底呗 帮忙也就帮到底呀 干吗非弄得那么拎来啊 你朱衣衫的妈也真是的 你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 这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 就断费一把又怎么了 智不智云啊 反正我是搞不懂 搞不懂他们这辈子 老子你都想吃什么东西 电话 哎呀烦死了 不说我 听到了 都让我消停了 喂 妈 什么 你怎么会这样呢